清晨三点钟 柯文哲被吴宝请回 那外面守候的小草是一阵欢呼 这个陈佩奇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 但这只是个刚开始 并不意味着他接下来就没事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反而是副市长彭正生被这个收押禁件 那还戴了这个手铐 那这个部分好像让大家觉得事情有点反转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 应该是柯文哲收了大钱 彭正生是听命办事 对不对 所以他会转污点证人 他会咬出柯文哲 当初很多人的判断 剧情应该是朝这样发展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彭正生 好像有没有他 北院说彭正生跟应小为 沈庆金等人之间的泛逸联络 行为分担 为何等重要事实 均尚未有名有积压之必要 法官在裁定书下写着 彭正生涉犯罪徒利罪 而且贿赂金额极为庞大 法官在裁定书上写 彭正生的贿赂金额极为庞大 有勾串共犯之余 所以彭正生整个在这个案子当中 扮演的角色急剧提高 那亮哥说 应小为的部分是蛮明确的 他说应小为跟彭正生 从案情的发展来看 应该是救不了自己了 那至于大家所讲的 彭正生副市长 会不会推给柯文哲 记不记得案发刚开始的时候 都说是市长受益 他听命行事 那他会不会还是一样 一推265推给市长呢 他有自救的诱因 谁不想自救啊 但你当然必须要有明确的证据 怎么样证明 这件事情你是被迫的 那财定书也提到了 这个彭正生有个关键的共犯 是现任的都委会的执行秘书 邵秀沛 金华城案子的时候 他担任的是金发局总工程司 一度被认为有潜逃之余 回来之后呢 他是请假出国 已经回来 那他也遭到了约谈 听说有时候会讲 他在之前讨论到这个案子时 他就压力山大 所以我问建大使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觉得 彭正生的角色有反转吗 他是主 所以就说 他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 柯文哲是无辜的 被蒙蔽 那这好像有点超乎大的想象 还有我还是要问 840%的容积率 你柯文哲到卸任的时候都不知道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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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为什么有可能 我认为这个 这个法官的这个裁定书写的才是 比较有依据的 他讲贿赂金额极为庞大 这是绝对有凭有据的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相信法官的裁定书 我也相信这个柯文的讲法有可能是事实 当然这要证明 这里面整个这个就是说 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传讯的过程中 照黄国昌讲就荒腔走板 然后呢 其中违访正当法律程序 建立台湾法律民主 不生没绝 我有一点我就 我那时候在听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怀疑 为什么 他禁止这个柯文哲律师去阅卷 法律上他可以禁止 可是他禁止他阅卷 阅卷他说 我有些办案的事实就被知道 可是这个阅卷基本上就是 事证都在里面 证据在里面 那你今天要定柯文哲罪的话 我跟你讲 第一个要有物证是最重要 物证的证据率最强 对 那这个公务人员办案都用什么 都用他内部的文书 公文书来看你有没有涉案 以前办这个贪污案的时候 那时候你很多人百口莫辩 一样关你三年 那人家说 为什么这个公文你要签名呢 你签名就是你 是啊 你签名你就有份 所以那个法官判施 你签名了你就要负责 那这个签名 我说这个公文会签名 是什么是在内部的 公文签发的过程中 或者签成的这个 请示的过程中 所有人都这样都在签名 他都要负责 那这个案子 柯文哲讲说他完全不执行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 第一个会议不是他主持的 对他是说这个事情接受到成情案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案子就交办下去了 这个是他就从这里开始 后面的事情他就没有参与了嘛 这个整个的过程你就找不到他的证据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公 他所有的公文 所有的公文书 最后判刑以后发出去的时候 后面都要盖一个章 谁的章 柯文哲三个字 对 柯文哲的名字会在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公文书里 可是并不表示他完全知情 对就像刚刚委员讲的 你这个户籍成本上 最后都会盖个市长的章吗 但如果说户籍成本写错的话 是不是市长自己写错 不是吗 可是问题就 问题就是说他盖他章 并不表示这个公文在处理过程中 他有看过 大部分他都没看过 譬如说啦 我以前在 我以前干公文员都知道 我在部长室 部长一天说 我重要公文我才看 你把我控制这个数目 其他就要市长去批了 所以这公文他就不看了 那市长也会跟下面讲说 你们这些东西 你们下面要负起责任来 按分层负责的原则 你那个市长就要批了 不要再层上来了 对 甚至有的时候在一个市级单位里面 有的时候感觉他说 但是等一下 监华城这个案子 应该还算是有相当的分量吧 没有 没有哦 你要知道一个政府里面 对 这种案子是在太 太多了 还有五大案 来导播丢一下 因为不止金华城这个案子 来导播丢一下 后面还有什么 台志光警用监视器网路 网路费的案子 北市科地上犬案 第一果菜 类似批发市场改建案 南港转运站的BOT案 那中间当然了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政敌 民进党会一个一个追下去 那我不晓得了 这中心其中有盖章都是我不知心 这种案子部长不会去主持会 市长不会去主持会 通通不会 都不会 他会去视察 对 他会开会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 柯文哲的金流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最重要 不管是哪个案子 大案小案 最重要你今天给了840 你要讲出道理的话 那你是 你从某种程度上 我是有利市政建设 那你也不能说是 土利厂商 我再问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840% 他为什么到今天才讲呢 他之前从来没讲过 我觉得柯文哲 因为之前所有的新闻都说 他很关注这个案子 有没有 在他的要求之下 大家去开会 然后进化成失火的时候 还有一张照片 他的背影啊 背着手在看 你公务员 你没有干过10年20年 你根本 你根本你搞不清楚 那个公文程序的 你每天啊 你如果你每天坐在那边 签公文的话 你都签死了 那个公文上来 附件就这么厚 你怎么签啊 所以你第一个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主任秘书 你要有基要秘书 他帮你过滤啊 柯文哲的下面的人 都被他骂跑了 哪个愿意替他负责啊 所以呢 然后呢 他又不晓得 每天叫日理万机啊 很多事情 你要授权下面 你就不能管了 那个就是说 北四科的案子 听说台北市议会 已经收案了 他说只有一家厂商 来投标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